AAPI 举行亚裔坚强企业高峰会 2022年亚裔坚强传统业企业高峰会 星期四在网络上举行 旨在写力改善亚裔小企业 以及政策制定者、立法议员 以及企业以及社区领袖之间的互动 令亚裔小企业能得到更加公平的机会 今次是向拜登政府国会领袖 以及政府官员学习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令到亚裔声音被听到 全美亚裔总商会National ACE举办的这个会议 除了有多位亚裔政要发表讲话 也都收到副总统何锦麗的支持 他表示白宫将会和亚裔社区 一起对抗反亚裔暴力的现象 AAPI是目前美国增长最快的族群 占全国人口的6% 而在政府部门以及具有决策权的亚裔 只是占2% 反亚裔暴力产生的本身 是美国人对于亚裔的背景 以及文化的陌生 他们存在着黑板印象 认为亚裔是永远的爱国人 亚裔是黄祸 对于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会议上有多位的官员多次提出 提供语言以及翻译服务 对亚裔的融入美国至关重要 要不断鼓励更多的亚裔参与投票 了解美国的政策 从而更加有效地帮助自己以及社区 争取公平的机会 近年亚裔面孔在荷里活影视界的崛起 令到亚裔社区得度注意 令到美国人开始了解亚裔文化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